试玩版的技能是把按键 ASD和FG等按键结合起来 就使用这些按键来 进行一个战斗 来看到一些恐怖 每一个技能 每一个按键技能对于各种比较绚丽的技能 长按这种按键可以释放出更强力 这个技能的更强力的效果 但是会损耗更多的能量 屏幕下方的 根纳黑3是 根纳黑系列相似 屏幕下方两个 一个是生命的球 一个是能量的球 生命在战斗中不会自动回复 但是能量会自动回复 这些角色都是玩家非常熟悉的 在电影院里面看到那些 美国著名的卡通英雄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 它是一个开放式的世界 还有其他各种玩意 包括你比较帅啊 有很多玩家会在看到很多玩家 也在这里战斗 所以场面显得有点破坏 找一个安静点的地方 游戏的画面 虽然使用了虚幻引擎 但是游戏的风格 游戏的画面风格还是有点 令人引擎一亮 没有看出 这不像一款传统的虚幻 虚幻3已经出过了游戏 该游戏的另一个最大的特点是 使用的人物全部都是真正的我们在电影和漫画中熟悉的英雄 而不是像其他英雄类游戏一样 实践一个无名角色 所以你会看到其他玩家会有各种 很多位美国队长或者雷胜12这种角色 都是玩家可以选择的 技能都顺发了也比较爽快 技能基本是顺发或者持续的不跳 而通过与方向键结合 这些技能可以造成更大发挥的伤害 感谢观看 这些技能是有点好 优优system 有点好 感谢观看